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人故事力远大志向 今天我们介绍的名人是 契机光 抗窝民族英雄 契机光 抗窝民族英雄 契机光是明代有名的抗窝将领 杰出的军事家 他出生在一个将门世家 父亲契机通 不仅武艺高超 为人正直 对朝廷也相当忠诚 受父亲影响 契机光从小喜爱军事 并立下了远大的志向 要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将来保家卫国 平时契机光常常和小伙伴 玩军事游戏 他用泥巴做成城墙 用碎砖头累成军营 用竹片做成小旗 进行排兵部阵 研究战法 父亲看到儿子 如此喜欢军事 心里很高兴 自言自语道 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将才 据说 去季光生下来的第二天 天气很好 阳光灿烂 于是父亲给他取名叫季光 是希望他能够继承家族的荣誉 并发扬光大 因此 父亲对他的期望很高 不仅亲自教他读书写字 练习武艺 还经常跟他讲为人处事的道理 父亲对他也很严格 只要出现一点错误 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正是因为有如此耐心的教会 严格的要求 七级光很早就了解了许多 关于行军打仗的学问 还养成了良好的品德 这都为他以后建功立业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窝 来自日本的海盗 被称为窝寇 当时 明朝的东南沿海 经常遭到窝寇的侵扰 由于当时的军队比较腐败 经常打败仗 所以窝寇更加猖狂 经常驾驶着海盗船只 在沿海一带打家结社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七级光十分痛恨窝寇的暴行 十六岁时 他曾经写了一首诗 风猴非我意 但愿海拨平 意思就是说 做官并不是他的愿望 他的愿望是祖国海疆 能够安宁 不再受到窝寇的侵扰 十七岁时 父亲因病去世了 七级光就接任了父亲的官职 后来他参加乡试 考中了武状元 随后他得到大力提拔 山东全省的抗窝工作 都由他全权负责 上任后 七级光整顿军队 严格训练士兵 还制定了军纪军规 山东沿海的安全防御问题 得到了大大改善 依次 朝廷收到下面的急报 说窝寇集结了几百艘战船 大规模地侵犯沿海的几十个城市 当地官兵打不过窝寇 纷纷纷逃跑 百姓损失惨重 皇帝为此事 筹眉不展 这时 有大臣推荐了契纪光 于是契纪光就被调到浙江 负负责打击窝寇 在跟日本海盗战斗的过程中 契纪光勇敢善战 亲自带头冲在前面 初次作战就大获全胜 但是当时的明军 普遍缺乏训练 战斗力也很弱 还经常去霍乱百姓 于是 他多次向朝廷提出训练新兵的建议 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准 后来 一策偶然的机会 契纪光撞见一屋矿工 跟永康矿工打架的场景 被他们的勇猛所吸引 于是 他就在一屋的大山里 招募了三千多名勇敢的农民 以及身体健壮的矿工 经过严格训练后 这批士兵成为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曾经创造了 杀敌上千人 却无一人阵亡的辉煌战绩 被人称作 启家军 他还根据中国南方沼泽多 倭寇又惯于用重箭 长枪作战的特点 创造了一种鸳鸯阵 在作战中 几乎百战百胜 令沃寇闻风丧胆 之后 沃寇又来侵犯我国台中 契机关跟海盗进行了九次交锋 每一次都取得了大胜 歼灭了全部的敌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台州大捷 从此之后 只要一提到契机关三个字 沃寇们都感到害怕 慌忙逃跑 沃寇还给契机关取了个 契老虎的外号 随后 契机关趁热打铁一路南下 跟福建广东的总兵联合作战 将中国东南沿海的沃寇 彻底清除掉了 从此 契家军名震四海 确保了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社会安宁 东南沿海的窝患 慢慢得到了平息 但是北方边境 又经常受到打打的侵扰 为了加强防卫 朝廷决定 朝廷决定把契机关调到北方训练边关使兵 当然后 他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 对军队的编制进行了改进 创造了以火神枪炮为主的步兵营 骑兵银 车营等 各个营在统一指挥下 协同作战 与此同时 契机关派人在旧长城的基础上 把原来的边墙进行了增高加厚 他还在长城沿线 每隔一段距离就建造了一个空心的碟楼 起到了进攻和防御的双重作用 从而使长城成为一道难以攻破的坚固防线 他在北部边疆镇守了16年 这期间 不仅边境各地太平安定 北京城的安全也有了保障 后来 契机关遭到大臣的排挤 被调到广东 因年纪大 体力弱 中年劳累积累了一身的病痛 加上又感染了肺病 他在家乡去世 为保卫祖国的边疆 契机关奋斗了四十多年 被人们称为中国古来少有的一位 长胜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